老爸 台海中线是楚河汉界吗 这个台海中线呢 它并不是什么楚河汉界啊 因为楚河汉界它是刘邦跟项羽 两个人商量好的画了这么一条线 那么这个台海中线呢 它并不是说经过什么协议的 何况呢 楚河汉界也不管用的 该统一天下还是要统一天下 这个线是没有什么用的 台海中线呢 是美国人单方面画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他还想着反攻大陆 经常派飞机啊 派船只过来呢 骚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呢很担心 因为他知道这个蒋介石肯定不行啊 你去的话 基本上是送人头 而且他把事情搞大以后呢 把他也拉扯进去 所以他就画了这么条线 就警告蒋介石 你不要过去 你过去的话呢 你的安全我不保证的 那么蒋介石听不听呢 当然也不听的 经常飞机呢 什么船呢 经常过来的 那到什么时候台湾不过来的呢 到了1965年 当时的东山海战 台湾这边吃了大亏 他的船就不过来了 那么再过两年以后 1967年的113空战 当时呢 打了一场空战 那么大陆这边宣称呢 他是1比0取得的胜利 另外一边呢 台湾宣称他们2比0取得的胜利 那么到底谁赢了呢 这呢 就不好说 但是呢 从这天开始 台湾的战织呢 也不再过这个中线了 那么到了现在呢 不要说过来了 就是花钱请他过来 打死他也不过来啊 那么大陆这边飞机过不过去呢 也经常要过去的 因为这个台海中线 原本就不存在啊 那么台湾的领空 也是我们中国的领空 中国的战斗机 巡航一下 很正常吧 抖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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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